哈囉大家好,我是傑克 今天又回到我們的這個行銷解密系列 今天要來破解的題目有點有趣 就是必勝客又出怪招了 罵完Pizza,你試過了沒喔? 好啦,今天這集我們一樣用三個角度來分析一下 第一個就是必勝客他到底歷代出了哪些怪口味的Pizza 他們的聲量到底有怎麼樣的一個差異 第二個就是必勝客的這些怪口味Pizza 背後的這些創意行銷操作有哪些好玩的地方 以及最後必勝客出這些怪口味的Pizza 到底有什麼樣的策略呢? 好,那首先來帶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們找出來歷代的必勝客 出過哪些怪口味的Pizza 全部放在畫面上 然後把一些我覺得比較特別的稍微提一下 比方說2019年他推出來了 黃金榴槤跟黃金臭豆腐Pizza 2020出過了抹茶跟拉麵Pizza 2021年有引發熱烈討論的香菜豬血糕Pizza 2022年有鹽酥雞Pizza 一直到今年2月剛推出來了 假霸王紅糟霸丸Pizza 那我們來比較一下 就是我們抓了近一年 也就是從2022年3月 一直到2023年3月這個現在這個時間點 這些Pizza在Facebook上面的社群聲量的比較 如果只看Facebook的話 這個香菜豬血糕五根腸旺Pizza 總互動是分數第一名的 可是其中這些互動有一半都是來自於 閻雅倫的一篇業配文 那這篇閻雅倫的業配文 其實吸引到很多藝人跟網紅的留言 像是當時正在播出的有萊霸營業中 他整個節目組就有去回應這個閻雅倫嘛 裡面還有一些超討厭香菜的KWELL 比方說視網膜等等 那剛剛提到這麼多怪口味 其實我們也蠻好奇說 在Facebook上面 他到底惹毛了多少人 所以我們來計算了一下說 哪一個口味被按了最多的怒 直接看這個圖表 就是香菜豬血糕五根腸旺Pizza 其實跟這個紅糟霸丸Pizza是不相上下的 我們自己的猜測啦 就是兩種口味當然就是有一點特別意想不到 我覺得有可能就是兩種口味都有包含香菜 所以就大家都很恨它 如果不是看Facebook我們是看YouTube的話呢 相關的影片觀看次數 其實最多的是這一次的霸丸Pizza 不過其實在這個40多萬的總觀看次數裡面 其實有超過37萬的觀看次數 是來自蔡爾嘎的影片 看起來應該是畢生客找它的一個業配啦 整體來看這波的霸丸Pizza 它的社群聲量表現算是蠻不錯的 截至目前為止 它在Facebook跟YouTube上面的聲量 都算是在這幾種怪口味的平均之上 那我們也發現這些Facebook 或者是YouTube上面的內容 當然有一部分是畢生客找的業配啦 它其實可能創作者自己也有講 但其實我們也看到有蠻多都是 YouTuber或者是創作者 主動去開箱試吃這個怪口味 可以發現就是他們出這個怪口味Pizza 是有辦法創造出一些 YouTuber或者是Kpo自己願意去講約 可能他粉絲也想要看這個很奇怪的口味 到底吃起來是什麼樣的感覺 再來第二部分 我們整理了一下這些怪口味Pizza 它有哪些創意行銷的操作 那當然有了這個怪口味當作噱頭 要進一步在網路上提高它的聲量 就要靠平凡的話題製造跟社群互動啦 那我們發現我在新口味推出之前 畢生客常常會發布一些小提示啊 或者是預告啊 剪影啊之類的 讓消費者來猜測這一次的新口味 它的實態是什麼 然後為這個口味來做預熱 接下來呢在公布新口味之後 通常他們就會請一些 蠻適合流量也比較高的YouTuber 或者是藝人 常先試吃 用Facebook的貼文啊 或者是YouTube的業配影片呢 來去做呈現 比方說 爺阿倫就試吃了 剛剛提到的香菜豬血糕的Pizza嘛 阿漢是試吃了 流氓水晶晶Pizza 就是榴槤跟芒果的搭配 那我覺得這個也蠻有趣的 就是因為阿漢大家有很多角色的視野 那這一次的業配 用它這個軟月膠的身份 跟婆婆之間 他們兩個人各喜歡吃不同的口味 然後來去做這一次的業配 只要這些怪口味是真的夠具話題性的 且一開始又有這些YouTuber 或者是藝人來做這個爆發點 那他們就可以吸引到 更多更多的中小型的YouTuber 也願意自己來去試吃這個 以及開箱這個怪口味的Pizza 除了這些手法 畢生客也很積極的去跟粉絲經營互動 透過一些比較即時啊 跟有感的回應 來去再炒熱這個話題 像是這個畢生客出的拉麵Pizza 被日本大胃王嫌棄只有一顆蛋 那這個畢生客的粉狀 馬上就發文回應 二考堆出這個 休蛋好幾雷拉麵Pizza 還有像是當時台南市長華偉哲 也有在這個畢生客的貼文下面留言 他們也特地為他推出 全糖版的湯圓Pizza 好那最後我們來聊一聊 就是畢生客推出這些怪口味 他到底有什麼樣的策略 有什麼樣的思考呢 我們發現了一篇 我覺得蠻專業的一個報導跟採訪 其實是實力跟畢生客的總經理 梁家駿 他們有提到了他們在背後的這些想法 那梁家駿在上任畢生客的這個總經理之後呢 他就設下了這個3T的目標 3T是什麼呢 Talkability 網路的聲量 Traffic 官網的流量 跟Transaction 產品的銷量 那其實在畢生客開始推出 怪Pizza之前 原本大概有7成以上的訂單 其實是來自於像節慶啊 或者是週末啊 假日啊等等 大部分的訂單其實也都是來自於線上 他們其實就是為了想要突破這些流量過度 集中在這個節慶的這個限制 想要把畢生客日常化 所以他們就必須要透過一些網路聲量的提升 進而去促進這個平日的銷量 那他們採用一個相當聰明的做法 就是利用社群的聆聽 Social Listening 去調查當下台灣人最有感覺的食材關鍵字 比方說台味啊 和風啊 南洋啊 再根據這個大數據去選擇具體的 他們到底要從哪一個怪口味下去切入 他們自己去做了一個小小的統整呢 就是怪口味的食材必須要符合幾個特點 比方說出乎意料 獨特性 以及接地氣 所以可以看到他們出了很多台灣口味啊 鹽酥雞啊 湯圓啊 等等的 去連結到這個台灣在地的一些文化 那當然能夠吸睛 讓大家願意去打卡拍照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當然不是只是跟風話題去亂搭一個口味 新品也需要同時去爭議性 但又要是好吃 所以他們其實做了蠻多的測試 不斷的試吃去確定說 雖然聽起來很練習 但其實真的去吃的時候 欸 還不錯 還行 吃得下去 那也透過這樣的一個Social Listening 的過程 新口味披薩的研發時間也變得更短 因為他們可以很快速的去聚焦嘛 那畢生客推出 怪口味披薩的頻率變得更高 每一次期也都有做這個限時限量的販售 可是這樣也更容易激起 消費者購買的熱情跟慾望 因為你再不買 馬上就要結束了 這個話題就沒了 你就吃不到了 總結來說 畢生客他透過社群聆聽 找到可能的爆點 支援粉專的互動 跟創造社群的聲量 那這些網路聲量 再經過創作者啊 YouTuber啊 網友們的口碑行銷 進而促進官網的流量跟產品的銷售 達成了這個梁家俊總經理 他設下了3T的目標 好啦 那下次畢生客 如果又推出怪口味披薩的時候 大家除了搶著試吃之外 其實也可以多多關注 他們背後的一些行銷操作 以及一些策略的思考 那想看更多創業靈感 或者是行銷解密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還有一些仿造霸丸弄的那種醬 就是甜甜的那種 有點像甜辣醬的東西 就我覺得這些地方其實都還算 還算好吃 而且是特別的 比較怪的就是那個霸丸的皮出來的時候 真的蠻怪的 我覺得就是結合的不是特別好 這霸丸是霸丸 披薩是披薩 然後 但不會不好吃 就其實我覺得頗具特色 然後如果 如果偶爾吃一次 我其實會覺得說 其實跟朋友一起是還蠻開心的 老實說我比較驚豔的是 它霸丸竟然是Q的 但它霸丸是Q的 只是它真的就是把霸丸 種在披薩上面 蠻暴力的 其實吃到後面我覺得還蠻好吃的 霸丸其實跟披薩是完美融合在一起 是香在上面 就是它 不會輕易的就掉下來 這一點還是 這個工藝還是不錯的 老實說我給過啦 哈哈哈哈 就是 因為心中抱著極低的期待 但其實吃完發現 就還OK 真的還OK 就你不會說 下次想要選擇 畢生客P士老師 你會想要選這個口味 不會嘛 但就是 因為這個話題你去買 老實說其實我覺得 應該是不會真的失望 就它也算蠻符合我的 就是對它的這個口味的期待 不錯 拜拜 噢 噢 我真的想要選擇